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小愿动 探险家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乐哥哥 你们准备好和我一起去 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吗 准备好了 首先我们需要一件 宽松舒适的运动装 还有一双轻便的运动鞋 现在我们一起热热身 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 首先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脖子 把我们的头想象成两个旋转的小陀螺 跟着我一起把头转起来吧 开始的时候可以慢一点 好 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 尽量把头向外伸展开 做得非常棒 接下来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部 想象一下我们正在转一个呼拉圈 把腰尽量往外伸展开 跟着我一起把腰扭起来吧 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腿部 我们把一条腿抬高 用手抱住 另一条腿一定要保持平衡 好 我们现在换另外一条腿 把腿用力往上抬高 做得非常棒 你们瞧 看我发现了什么 鲸鱼游到海面换气的时候 会喷出水花 我们也来模仿一下鲸鱼喷水花吧 双手合并 放在胸前 慢慢举过头顶 向两边打开 就像喷出的水花一样 喷出的水花一样 喷出的水花喷 快看 那是鲸鱼 它的体型非常大 我们也像鲸鱼一样来游泳吧 让我们把双手放在胸前 收弄成一个圆圈 就像鲸鱼庞大的身体一样 然后把双手举过头顶 左右晃动起来 看 鲸鱼还可以在水里翻跟头呢 我们也来改变一下游泳方向吧 双手举过头顶 身体向一侧倾斜 换一边 现在我们来转个圈吧 好 我们换一个方向 做得太棒了 今天我们的探险之旅就结束了 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吧 首先我们双脚站开 两手向外伸展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大的气球 跟着我一起 吸气 呼气 小朋友们 运动完之后可以喝一点水 补充一点能量 我们下次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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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上 欢迎订阅 小剑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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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出奇才的花园 一骨一瓶 站一站 飞机在我门飞向蓝天 小转一动一动 花笔会出美丽的空窘 小脑袋一转一转 各种材料 来个大转变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手工的世界多奇妙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东东说快乐就来了 咕噜咕噜咕噜 小朋友们你们好 对对卡的小咕咚来啦 篮球运动是小咕咚最喜欢的球类运动啦 所以今天小咕咚要和小朋友们分享很多和篮球有关的游戏 这些好玩的游戏就藏在你们面前的四块篮板后面 它们分别是蓝色的一号篮板 黄色的二号篮板 黄色的二号篮板 粉色的三号篮板 和绿色的四号篮板 游戏开始后 小朋友们就把神奇篮球投向你们心中默念号码代表的篮框 现在小咕咚把神奇篮球传给你们咯 接好啦 嘿嘿嘿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小咕咚已经开始期待了 我们开始游戏吧 第一颗球 预备 开始 哇 成功了成功了 小朋友们太厉害了 三号篮板后面会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呢 投球玩具 首先我们从纸箱上裁下一块纸板 老师的已经采好了 接下来我们拿出贴纸 将贴纸贴在纸板上标出蓝板的位置 蓝板的位置 蓝板的位置已经贴好了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数一下一共贴了多少个呢 一二三四 贴了四个 现在我们拿出纸杯 像老师这样将纸杯从中间剪开 我们留下纸杯的上半部分作为蓝筐 用同样的方法老师一共做了四个 我们请双面胶帮忙把这些篮筐粘到蓝板下面 我们可以在蓝板上面标注一些数字 作为投进球的分数 接下来我们来做投篮的机关 将冰棍棒粘到夹子的一侧 再把瓶盖粘到冰棍棒上 像老师这样 这样我们的投篮机关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找几个小球来试一下吧 看我的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让纸板能立起来的三角支架吧 我们用剪刀在硬纸板上裁出一个长条 剪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将长条折成三角形 并固定好 好了 最后我们把它粘到纸板的后面 我的投球玩具就做好了 让我来玩一下吧 这也太好玩了吧 大家好 我叫杨太真 今年我又睡 这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投球玩具 这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投球玩具 用了纸箱 紫杯 还有瓶盖 牙膏盒 等废旧物品 让我来玩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王丽璞 今年我六岁 这是我做的投篮 它是用纸盒 它是用纸盒 还有纸杯做的 把这个对准一个投篮 投进了五盒 大家好 我叫林书和 我今年六岁了 这是我做的投球器 它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它的球架 第二部分是篮筐 是用纸杯做的 第三部分最重要的是发射器 第四部分就是乒乓球 让我来玩一下吧 嘿嘿嘿 纸板多的投球玩具真是太好玩了 接下来游戏继续 小朋友们准备好哟 预备 开始 哎呀没有投进 嗯没有关系 我们一起加油 再试一次 预备 开始 咕噜咕噜太棒了 投中了一号篮板 一号篮板后面 会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呢 一起去看看吧 三名宝宝一边拍篮球 一边抢夺瓶子 计时 开始 好拍球要拍球 对一边拍球一边运送 这个球呢不能够停 好 好棒啊 目前看 目前我们三位小朋友 运送的还是很棒的 加油 哇好棒啊 他们能够 基本上能够做到这个球啊 在中间不停顿 一直处于这个 弹跳的这个状态 这个是非常的有难度 也说明啊 他们的运动能力很强啊 真的是要为他们鼓鼓掌 我玩过篮球 就是拍得快 对 你一直要看着球 一直要看着球 然后呢 用手摸到瓶子 放在那个圈里 球拍得高一点 这样子可以多拍几下 不会断 这样子我就能运很多的瓶子了 好加油加油 没想到我们的小朋友这个篮球的功底还是很不错啊 好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打进最后的时间啊 好 还有最后的五秒钟 五 四 三 加油 三 二 一 时间到 刚才的游戏太好玩了 又要运球 还要抢瓶子 还是很有难度的 咕噜咕噜 接下来我们跟着节奏一起跳一段篮球舞吧 这个就是肠子 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来一下 啊 这次是屏幕 这个是好想的 咕噜咕噜 小朋友们刚才跳的 真棒呀 活动了身体 我们投篮一定会更准的 准备好我们的神奇篮球 预备 开始 哇 投进了四号篮板 咕噜咕噜 我们赶快去看看 四号篮板后面的游戏吧 即时开始 宝宝运送海洋池里的篮球 依次绕过障碍 到达投球线外进行投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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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超过线 好 好 很接近了 好 继续加油 好 我们的时间过去一半了 加油 加油 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投中 哇 好棒 我们的大朋友们也没想到啊 原来我们的小朋友们这么厉害 其实换做大朋友投 未必有这么好的成绩和效果 对呀 其实投球的时候 特别考验小朋友的专注力 好的 非常棒 现在三个小朋友都有斩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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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三位小朋友可以说进入佳境了啊 找到了很好的投篮手感 哇 哈哈 哈哈 来 我要来一个扣篮 哈哈哈 耶 球进了 哈哈哈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加油 还有最后的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时间到 时间到 哦 只剩最后一个篮板了 我们一起加油哦 预备 开始 咕噜咕噜 投进了 还会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呢 在我的前面呢 有这样的一个制作的道具 里面呢 有一个小的泡沫球 我首先往这个吸管吹气 你们觉得小球可以悬浮在空中吗 可以 可以 我来试一下 可以的 但是如果大家以为我们的游戏这么简单呢 你们就错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用我们的嘴用气息来控制 让这个小球完成一个投篮的任务 看一看啊 我先来试一试 啊 差了一点 指导点博士你也来试试吧 嗯 好的 哦 哦 那很有难度 绿泡泡 那这样吧 接下来我们让两队的小朋友呢 分别来进行一个比赛 每人五次机会 首先有请我们的白队 来 仁子涵小朋友 新人小朋友 哇 球进了 加油 哦 劲儿是大了啊 好 第三次 哎呀 来 第四次 第四次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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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机会 啊 看来很有难度啊 对 啊 从下面上去了 哎呀 太意想不到了 来为自己鼓掌啊 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对 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蓝队上场 来方偷先准备开始 第二次机会 可以小一点 小点劲儿 第三次机会 哇 球进 哎呀 第四次机会 呀 第五次 第五次 哇 连中三远 好 非常棒 咕噜咕噜 原来 篮球可以有这么多种玩法呀 小古东今天玩的特别开心 哎呀 他点忘了 今天小古东想给小朋友们 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呢 他篮球打得特别好 我们一起去看看 他和篮球的故事吧 对于喜欢篮球的孩子来说 篮球以地面固壮的声音 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妙的声音 只要听到了这个声音 就能想到篮球场上 有着一帮热爱篮球的少年 在挥洒着汗水 我叫王天逸 学习打篮球 已经快两年了 我很喜欢打篮球 我觉得我在篮球场上 特别的自由 我们的故事 始于安定门大街上的 一个小篮球馆 在那里 天逸与他的四位小伙伴 开始了他们的篮球之旅 我每天都会篮球训练 训练过很累 教练也很严厉 但是我会坚持下去 没有训练的时候 我会跟伙伴们 一块去公园打球 他们都比我大 个子也比我高 对抗的时候我很吃亏 也会输球 但是我还是很快乐 在我第一次见到王天逸的时候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首先身体素质 包括身高是非常小的 是很容易被忽视的 然后也 当时我也怀疑他这个身体条件 能否在队里有一定好的表现 天逸今年七岁 他是这支篮球队里 年纪最小 个子最矮的孩子 比赛时 天逸经常因为瘦小的身材 被对手轻视 成为 他比赛时的一切 我还没有估计 他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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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运球比我熟练 他就是有那种 他打球就是有优点 就是有那种流畅性 这场比赛一季结束 落负两分 队友瑞瑞拿球 他竟然从缝隙中将球传给了天忆 球进了 天忆完成了绝杀 从篮球里我学习到了应该团结配合 他还让我找到了许多比我厉害的朋友 篮球这个团队体育运动的魅力就在于 赛场上的每一分钟你都不会感到孤单 每年ESDA全国青少年篮球联赛 全国54个城市超过2500支球队参加 站在全国总决赛的赛场上获得冠军 这是天忆和伙伴们的梦想 咕噜咕噜 今天我们一起玩了很多好玩的游戏 小朋友们喜欢哪个游戏呢 记得告诉小咕噜哟 下次我们一起做更多好玩的游戏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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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